白人拿着铁锤 将黑奴的牙齿一颗颗敲掉 但这并不是对他处罚 而是为了让黑奴能好好吃饭 紧接着 白人又把漏斗塞进嘴里 然后就这样 连汤带饭的塞了进去 而这就是18世纪的黑人 只要白人一不开心 他们就会拿起皮鞭进行殴打 然而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为了摆脱奴隶的身份 黑人们便联合起来 准备和白人进行一场大战 可白人的长枪已经瞄准 一瞬间 黑人就倒下数十个 但这并没有压住黑人的气势 他们拿着长刀就冲了上去 而近距离的厮杀 也让白人的长枪失去作用 双方也只能展开肉搏 随后 凭借着黑人强健的体魄 他们最终打败了白人 黑人们激动的大喊大叫 然后又冲进白人的武器库 想要抢夺更多武器 来彻底实现黑人的翻身梦想 但没想到 等他们打开木箱时 却发现武器竟换成了石头 突然 白人的长枪就伸了出来 原来这竟是一个圈套 黑人在这一瞬间 全部死伤一片 此时 皮特躲在武器库里 还在想着逃跑的办法 但不料 一艘大炮居然推了过来 下一秒 最终 经过一艘大炮的轰炸 只有皮特一人活了下来 而为了活命 皮特便立马爬出洞口 向着前方进行逃跑 可一群白人 却也拿着长枪追了过来 就这样 黑人的这场叛乱 便以失败彻底告终 而更让人气愤的是 白人为了彻底打击黑人 竟把农场内的 所有黑奴全部杀死 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没能幸免 而皮特也在逃亡三天之后 被一群白人直接抓住 而等待他的 自然就是一场酷刑 之后 白人警察便压着皮特走上刑场 而街上的白人 也在对皮特不停地辱骂 就连小孩也在大声地嘶吼 仿佛这发生的一切 全部都是黑人的过错 仿佛他们活该就是个奴隶 随后 白人就把绳子套了上去 然后就在一群白人的指责中 彻底葬送了幸福 但让皮特万万没想到的是 导致叛乱失败的原因 竟然是台下的这个黑人小孩 原来 是黑人小孩为了邀功 竟然提前把计划告诉给了白人 而这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可这个小孩 真的就愿意当奴隶吗 这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